这个时候 好 咱这个测清教 改的是反向了 好 改了一个负的方向 好 再进行计算 好 OK 再看一看 模拟啊 进行加 进行加工的时候 根部的时候 好OK 这个完成是没有问题 好 再来俩修改一下 因为在底下 有一些稳乱的地方 咱对了 进行修改一下 好 修改一下 V一下 感觉了方向 过去定长 好 一百还不够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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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再進行計算一下 好 先拆一下 好 下有一點 好 這樣一個道具路徑 ok 好 再把行距再進行修改一下 ok 放到對列 現在進行計算 這也是一個半徑加工 好 這個就不需要了 刪除掉 好 接著來咱知道這個根部圓角 好 根部圓角的一個 這一個半徑加工 好 看一下這個已經計算完成 好 ok 非常漂亮的一個道具路徑 好 接著來端子根部的半徑加工 好 看一下用什麼方法啊 進行加工 會比較好 好 等走進啊 採用一個點投影啊 看一下 好 防衛角 好 看一下這個點 好 你要重去 從這個點啊 進行選擇 會怎麼樣 2.3 2.3 好 取一個角度 就改一下角度 就改一下角度 好 等試著 到2 4了 試著進行一個 計算啊 看一下 出來一個道具路徑 好 挺好 就差一些啊 角度再修改一下 15 好 十七 好 還差一點 好 ok 既然這裡已經有些啊 一些重合沒關鍵 咱主要是加工的這個地方 看主要目的加工的其實實際就是這個面啊 你看看這個道具啊 是怎樣啊 好 這樣一個加工過程 好 再稍微大一些啊 輕量的重點到這個圓角結束 好 還差一次 ok 啊 等把行距 改小一些 角度啊 給個0.3 輕輕計算 這樣就會更加密切 行距 好 ok 這樣一個半徑加工的一個過程 這樣一個半徑加工的一個過程 好 ok 接著那當然可以進行徑加工 保存一下 好 把這幾個道具路徑啊 進行複製 嗯 好 修改一下参数 好 有一个参数 来 好 去 看看 0.3 好 对 来 进行 去 3 一辆为0 推内来进行去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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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非常完好的一个道具路径 OK 好 好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当然也可以对这个脚啊单独的进行一个清啊清脚 好 好 大概人为了哈 做一个辅助全面的了 好 好 把这个曲面抽取出来 好 好 重新构建一个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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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 这一个曲面 OK 把它进行导出来 好 66 OK 看到后面都计算完整了 大家看一下 好 没问题 好 这个也没问题 好 把这个移动的新建图成立 好 OK 拿这个进行 吹上 好 拿这个进行 投影加工 好 你拿一下 行锯 给个0.1 好 OK 没问题 连你当然有点太小 好 选个刀具 选个R2的刀具 好 采用一个螺旋加工的方法 刀轴 首先 先进行计算 看一下 好 好 看他要转这个刀具路径 画这个刀 好 刚才不好 不好 进行加工 所以他选择一个道路啊 超乘一个点 好 配个25 看看 15 好 再进行计算 看一下 好 再来投影进来啊 当然看见 他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啊 投影的时候啊 他会投到啊 这个曲面的上边啊 上边来 当然可以把这个 这种情况啊 只有 有一个方法 就是要把它给 修改一下 好 好 飘走,看一个远离指朝向呈现会怎么样 这样投进来,他有这样一个一种情况 好,大家看到这个曲面,这个曲面有点问题 看一下这里头的曲面 好,这个边,在这个边缘,它就凸起来了 看,凸里来一个变形的,所以不能这样做一个曲面 咱这个曲面做的,不对 好,咱重点再做一个曲面 好,抽取出它的边缘线 连接上一点指线 好,看一下扫略 好,这边缘线 好,看一下哪里出了一个问题 好,看看这个曲面,看一下 好,这个曲面就挺完好的,一个曲面 好,它就确定 好,再把它进行导出 好,OK 好,把刚才这个66这个模型删除 导入新模型 OK,OK OK,大家看一下 好 好,OK 好,OK 我看一下 啊 等这个 它导进去啊 它又变成了一个曲面啊 这种方法还是不行 直接不行啊 等待自己人为的创建啊 几条曲线 把这一条也抽取出来 好 在中间 两条曲线 好 首先 创建一个屏面 好 取代了香蕉线 好 这样一个华格啊 再接着进行 好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全面啊 再把它进行导出来 好 发办 好 把它的契机删除 好 进行输入 OK 好 这个全面 再放到第二图层 好 OK 再对这个全面来进行 预览一下 再游位一下 好 OK 进行计算 好 看一下 好 已经差不多了 投影啊 到轨的这个 再进行修改一下 这个刀斗 炒上一个点 好 开个石 10 15 好 再进行计算 看一下 好 已经差不多了啊 但直接要再把这个 他的UV啊 再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看一下 是不是打那个 如果开张前进测经脚会怎样呢 计算一下 计算一下 到这个边缘 好 会存在一定的感受 好 还是用朝向点就行 好 OK 就改一下这个 他的UV 好 单元的是U 改一下V 好 计算一下 计算一下 好 这个已经差不多 好 计算 好 OK 成一个道具路径 这样就可以 轻轻一个清根处理 好 再摸一下 好 也可以了 一个清根的处理 好 OK 看一个清根处理 一个前面的一个加工的一个参数 就这样了 好 再做一个雕刻 武刀的一个雕刻 哈